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羽柴社 我是天羽 这是我的犬社 我养柴犬的犬社 今天和朋友们交流一下柴犬公母 我们在这个选择上面 是公的好还是母的好 公的有什么特点呢 母的它有什么特点 狗狗的生理期 或者一些狗狗的性格 公母之间呢有什么这个区别 然后我们和朋友们这个了解一下 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犬社的两只小柴犬 今天拍视频的主角 分别是我犬社的柴犬主公大熊 大熊现在正在脱毛期 大家可以看它身上的这个针毛啊 由于这个绒毛脱完之后 这毛显得很粗糙 丝毫不影响大熊的这个体色和颜值 非常的帅气 这个是柴犬中母 血野丸 长得这个脸型有一点甜的这个血野丸 大家这个公母的差别 大家可以从它的这个体型上 就能这个看出差别来啊 这个公犬的话 相对于骨骼发育呢 比母犬呢 要粗犷一点点 这个粗犷里面呢 可能包括它的这个个子啊 肩膏啊 甚至它的头 脸以及它的尾巴 以及它的毛质 还有它这个整个这个毛量啊 其实来说的话 都要比母犬多一点点 这个母犬呢 长得比较细致 比较温柔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公犬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个脸可能 说是要比母犬要大 那么一点点 包括它这个尾巴的这个毛量啊 等等 这是从这个外表上面 还有它的体型差别 来和大家说 当然这个性格来说的话 母犬可能叫公犬 它的普通性要高一点点 要温柔一些 因为它没有这个 修行激素 领力是差一点点 公犬到了成年期之后 要有领地意识啊 大家可以看啊 刚才看到这个公犬 这是什么动作了没有 它在舔它的生殖器官 有很多刚开始羊狗的家长 认为这是公犬的发情期 认为它是很邪恶的动作 做一些这个动物 一些很邪恶的动作 这是错误的啊 因为公犬它的生殖器官呢 它每天要排泄啊 要一些这个物质 来保证它这个尿道 不让这个细菌啊 它分明一些物质呢 它都会每天清洁 它自己清洁的方式啊 动物的狗狗的清洁方式 就需要自己用舌头去舔了 如果不清洁的话 它是这个很脏的 所以说这是它清洁 自己这个身体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说它在很邪恶 它在搞坏事情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点 刚好这个大熊在做这个动作 我就和大家说一下 并不是它发情啊 猪犬呢 它到了六七八九个月的时候啊 它是会有第一次生理期的 可能它后面的桃子 滴血 会持续个十多天 那个时候呢 主人可能要烧家护理 因为这个狗狗到了第一次的发情期了 它可能会变得急躁 性格会发生微灭的变化 大家这个发生变化之后呢 细心的照顾 然后度过生理期之后 它就会好了 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公犬 公犬的话等到七八个月 它也是有一段的这个心理 可能说这个性格上面 比之前的更要这个活泼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 它的熊性巨素 到达之后呢 它就会面临这个成长这个成犬 所以说它的性格就会发生变化 等到大家养到这个一岁多的时候 它的性格慢慢的就会改变过来了 这个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这个动物生理这个变化 大家一定要这个了解 然后这方面的支持 不要觉得这个狗狗到了七八个月的 我们不听话了 是不是它以后都会这样的 不 它度过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波浪线之后 它就会恢复平静的啊 大家一定要了解 然后呢 还有和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狗狗啊 我们在第一次选择上面 第一次养狗狗上面 我们是选择公还是选择母 大家了解了这个狗狗身体 它的外表公母犬差别之后 还有它的性格 这个公母犬差别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关于狗狗一些养狗狗之后 它一些意识问题 比如说公犬它会有领地意识 是吧 它会抬腿撒尿 它可能牵出去的时候 因为领地意识 正地牌 可能会和别的小公狗这个 吵架 相反母犬呢 在这方面领地意识 它是比较淡薄的 公犬呢 它是会抬腿撒尿的 它有可能抬腿撒尿 会刺得很远 会家里这个有点尿汁 母犬的话它是蹲着尿的 它是不会这个抬腿撒尿的啊 大家这个要明白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只柴犬的体色问题啊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虽然说这个柴犬大熊用的拖毛期 大家可以看啊 柴犬它身上分为这个三层毛的啊 看这个跟针一样的 这个就是针毛 它的针毛这个跟底毛啊 架把这个绒毛已经拖完了 或者说它显得针毛很仓促 可能看着很丑 但是再过一个月它就恢复很好看的一个状态了 柴犬大熊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薛热丸呢 呃 它已经这个度过了一个通毛期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状态就是三层毛齐全的状态 还有这个大家认为柴犬护食的问题 认为所有的狗狗都护食 其实这是不对的 大家养狗一定要正确的 引导狗啊 这个 让狗狗作为自己 啊 把自己当老大 而不是这个 这个 让狗狗当老大 都一定要明白 你看我把这个引导狗抹在手上 嗯 它会舔我的手 它不会咬我的手的 它会舔我的手 它也知道这时候 呃 我是主人 它不会一下的咔嚓一下的咬到我手上了 呃 这个经过通毛期呢 大熊的这个脸也小了一点 显得耳朵有点大 但是真正这个柴犬大熊的这个毛也要起来之后啊 啊 很帅气 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不拍视频的原因啊 呃 第一个呢 会让很多朋友认为这个大熊怎么变得那么丑的 之前是不是PF的 其实这是假的啊 这不对 采犬它每到春秋 呃 季节啊 会迎来一个正常的脱毛 然后再生长毛 毛量一个季节 这是两个季节啊 就是说这个 它的这个 呃 绒毛啊 掉完之后 它又会重新长出一层薄薄的绒毛 哎 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季节的变化 到冬天之后 它的绒毛成长起来来抵御这个寒冷 所有的皮毛动物都会这样 这是导致为什么很多家长认为这个柴犬脱毛一样 所有的皮毛动物 包括猫猫狗狗也好 都会掉毛 这是大家这个养狗狗 养毛之前一定要充分的好准备 充分了解 呃 这个接受它的一个缺点 它就会掉毛 因为它身上每天这么多毛 你说它是不掉的话 它怎么可能呢 大家这个给它多说一点的就好了 这两只这个狗狗的尾巴形状 大家喜欢哪一只呢 喜欢大熊的这个 还是喜欢那个 大熊儿子依依的尾巴 比它这个还好看 就像一朵菊花弹在这个 头腰上一样 特别像一朵菊花 这个的话大熊的这个尾巴就像正转尾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 你看它的尾巴 它的毛量大家也可以看 嗯 很好的 嗯 看 公犬 你应该有的自信心 自信 它的尾巴必须要卷起来 必须要上描 大家喜欢这个 这两只哪一只猜犬的 喜欢这个血液丸 还是喜欢大熊号呢 大家喜欢公犬的这种这个 这个外表上的这种帅气 还是喜欢母犬 脸上带着的温柔了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啊 然后到了下午 我也要去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吃饭了 小狐狸 木头 嗯 嗯 嗯 锅 小猪 哦 嗯 可以 你 不